中国东风21一直被称为航母杀手 不仅仅因为相关的数据推测 以及其独特的弹道射击 更因为曾经6年前的一次靶船实弹试验 而此次试验前不久才被曝光而已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 如果说东风21D弹道导弹 多次试射只是打击路上目标的话 那么6年前神秘的靶船实验 则更加证实了东风21D攻击海上霸主航空母舰的实力 这也是被称为航母杀手的真正原因 英国《泰晤士报》提到的这次靶船实验 其实说的是前不久才曝光的 因撞船事故而报废的原远望4号测量船 它后被改装为实验1号靶式船 6年前在东风21D的攻击下被击沉 远望4号据公开的数据资料显示 其全长近160米 前宽20米 大小外形和美军的重型阿里伯克导弹驱逐舰类似 而东风21D一举击沉海上移动的实验1号 这足以证明东风21D可靠的战力及打击航母的实力 众所周知 东风21D是一款陆基反舰中程弹道导弹 有效射程在2700千米 从中国沿海本土发射 它的覆盖范围达到整个西太平洋 而以它的性能高达超过10马赫的载入大气层的速度 海上任何目标都难逃它的打击 这就包括了航空母舰 虽然作为海上霸主的航母 其虽然大 但航速最高也在30节 这意味着它每小时的海上移动速度在55公里 这样的航速虽然看起来快 但也是相对的 以东风21D的打击速度 航母在海上的这点移动距离 东风21D在不断修正的弹道轨迹 可以说精确打击 根本逃脱不了 东风21D作为二级固体燃料火箭 有军事专家曾称 东风21D的原型东风21 它的单枚核弹头的威力就达到了30万吨 而东风21D改进研发之初 就要求具备常规弹头能力一枚 就能够击沉美军航母的能力 很多人认为 东风21D导弹很像美军潘星2导弹 这是由于曾经曝光的弹头真身 但如果这么认为 那就大错特错了 且不说中国东风21D 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款 弹道导弹打航母的弹型 它使用的诸如极数弹头 电磁脉冲弹头 云爆弹头等常规弹头 就不是美军潘星2所能比拟的 并且它由于进入大气层的高速运动 由此产生的外界称之为 黑杖通讯的难题 中国也早已突破 曾经在70周年抗战阅兵上 公开亮相的东风21D 令美军五角大楼 终于认识到了 这款弹道导弹的存在 如临大敌 而在不久后 也就是2016年春节 公开曝光了东风21D 野外机动画面 并且还进行了 二次打击能力的展示 这更令美国军方心存恐惧 也让国人振奋不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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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meu 转发了